咕咕咕 咦? 咦? 啊 咦? 這位師兄 不知道你現在這封信 打算飛去哪裏 為何我們今晚得到很順路 但你不是平時飛日間嗎? 我現在飛夜間 有甚麼日間都還飛? 難道你想取OT? 唉 真是難找 我們本來都已經看了休 怎知突然間 突然間有這麼多事情做 唉 唉 你都不要提了 你都知道我這隻貓頭鷹 是不是? 自從我那個組家當選了之後 就變成一個核武版的NGO 有核武的NGO 竟然叫我便宜一點 過來幫忙 傳遞一些信息 就說那些人很需要 因為安撫他們 少了心靈 要遠距離空水 現在晚上夜間機 飛來飛去 真是 原本我在自己家 看那些劇 咕咕咕咕的叫 然後人家又回覆我過兒過兒 好像楊過龍小路女 真是 我看那些劇 金融現在有電視劇 看得多不易樂乎 但無緣無故就抓我出來 要我在這麼熱的地方飛來飛去 真是 唉 那些信 你說是不是壞 你很爆不爆 爆手機 爆對抗機 真是 真是被他氣死了 我們本來都接受了事實 人類遲早都好像我們那樣 AI要來流行 但都不提防 突然間有這麼多工作要做 這麼多工作要接 是的 真是 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覺得錢賺多少都不夠 想再賺多東西做 但是到了老了要退休了 想坐下 那些東西反而又湧過來 真是 難道真是 真是像別人所說的 現在就是老齡時代 那些舊東西反而是鄉鄉的 真是 想著人要延遲退休年齡 連我們的鳥類都要 真是 不過這樣說 不過這樣說 那你現在要飛去哪裏 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繼續 順利飛去最後一程 不行 這些是軍事機密 那好吧 那好吧 那真是希望大家 路上平安 大家工作都要小心 真是正所謂 火運 那些電子零件東西 雖然慶黃 但原來也是會爆炸的 會出火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